你原来是大学校长 其实在学界 你也是德高望重 有一定的身份地位 你不觉得把管案这个事情 让你受伤累累 让你整个 整个 要力得三个字 打折再打折 你还是评审委员 请问到现在悬空多久 几百天了 你知不知道 我先请你看这个图 内湖南港就是候选人 叫游淑慧 替他宣传一下 你看 巨头民进党台大有校长 巨头民进党台大有校长 讲得多好 对不对 你是评审委员 你在里面 然后你也是赞成 所有来讲的话 你赞成台大离选委员会 所有的东西 而且你们经过几个小时 这样子把他亲 绝对没问题 然后一个吴茂昆 给你斩 然后现在就是吴茂昆 那个嘴脸 凶巴巴给你斩 然后跑来一个 这个叶俊荣 哇 亲身续语 也是给你斩 对不对 不一样啊 一个是亲面 了雅的 对你 一个是笑嘻嘻的 但是都一样是把管 对不对 姚立德校长啊 姚立德校长 姚立德次长 姚立德校长 我都一直认为 以为你应该当部长的哦 你没有当部长啊 实在 老实讲你当部长的格比 吴茂昆强太多了啦 真的 吴茂昆去做 不让你做 别别校长 他的师父这么着 来来 还换一个叶俊荣 是不是 结果 只要 如果我是你哦 我走就辞职啦 我没逼你走啦 你算不错的啦 而且 我会学解出来的 我是替你不舍啦 只要把管 一直到现在为止 管中民没办法上任 姚立德 你这三个字 就被人家千刀万剐啦 真的 很可怜 这么可怜 这么可怜 要不要回你一下 替你教去一下 来 好 那个 跟委员报告 其实我们在 在 领选委员会里面 其实我也有把 我的主张 跟这个领选委员讲 我们也希望说 领选委员会 能够尽速的召开会议 为什么要召开你们的合法 而且领选委员会 你竟然说 没有召开的着力点啦 你也背书啦 不要忘了啦 对不对 你也是评审委员啦 你不能 用今天的姚立德 去否定昨天的姚立德 不能没有格啊 我们一向都有这样的 我们的历史都是一样的 就希望说 领选委员会 赶快开会 赶快把台带 为什么要开会 他开完会了 对不对 姚次长姚校长 我今天一直叫你啊校长 我在大学原来是 政大企管所的所长 我对校长 有一丁的尊重 你是国立到你的校长 对不对 你不要让我瞧不起你啊 是不是 结果你在这里面 憑着我啊 你坐在里面 三忙两次 现在教育部长叶俊龙 憑什么叫台大的这个 要重新开会 憑什么嘛 憑哪一条 你告诉我 所以现在你摆烂 让学生跟你们 让台大的排名一直往后掉 真的 因为把管的事件 管中民事件 对于台大的伤害 对于台湾高教的伤害 特别是对姚立德的伤害 冲记录啊 真的 变成世界的skandal啊 世界企稳啊 一个台湾排名第一的台大校长 可有几百天没有校长 对不对 对 现在教育部的立场 我们也很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事情 你们不要违法啊 你们就违法滥权啊 对于法律的见解 教育部的见解 跟台大校长的见解 不太有 我就叫你要次长 如果你今天 辞呈丢出来 老子不干了 抗议这个政府 叫违法乱纪 我告诉你 姚立德三个字 永远在台湾的高教室上 立德啊 真的 实在说是这样的啦 高校你不想做歌啊 国立大学校长的威望 不会输给一个次长啦 对不对 甚至于高一部长啦 老实说 对不对 你看后来 教育部长没人要做啊 人家临院当国立大学校长 对不对 人家临院当国立大学校长 有格啊 不要当一个部长 部长只是 民进党政治团体的一个玩偶而已啊 比那在这嘛 对不对 结果人家是玩偶的 Puppy of Puppy 你也玩得这么高兴 是不是 真的要立德 校长 我一直称你校长啊 你还要有校长的歌啊 不要把自己打贝啊 我应该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完成什么样的使命啊 所以我 对不对 你可以想一想嘛 你是评审委员 然后评审委做的决定 经过几次几个小时 我完蛋一滴就流过 我在林选委员会里面 也知道我林选委员该做的责任 该讲的 对不对 然后你现在 部长叶俊龙跟你要强压 吴茂坤强压就认了 因为那个要看得胸巴巴的样子 很不上道就算了 然后叶俊龙笑嘻嘻的笑面虎啊 你也没有办法抵挡 可能啦